我们继续来介绍 与时精选第十四组的内容 第一个 make me so mad mad是生气 使我那么生气 让我很生气 可以等于 make me so angry 第二个是格言 money makes the male go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的mail是 努马 这个公马 努马 为什么努马 钱能够使得 努马往前奔跑 这个 同学可以去研究研究看看 这可能应该有典故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例子 Tony pull lies to you pull lie就是说谎 向你说谎 Don't you know 难道你不知道吗 B回答 yes 回答yes就是 我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no 回答yes就是 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let's make me so mad 那使我非常的生气 那么好的朋友 还这个 向我撒谎 还骗了我 所以呢 let's make me so mad 让我感到很生气 第二个例子 do you agree with 是同意 什么的看法 do you agree with the saying 你同意这个格言的内容吗 你同意这个格言吗 这个钱能够使得 魔码 这个奔驰 前进 就是有钱 能使鬼 脱没 你同意这个格言的内容吗 比如回答 yes I do I do就是我同意 in my opinion 很好用 in my opinion 就依我的看法 依我的观点 money is everything 钱是万能的 钱是一切 money is everything 当然不见得啦 不过这个是 这个人的看法 所以依我的看法 钱是一切 所以我们有一个讲法说 这个 没有钱啊 好 万万不能 好 没有钱 万万不能 就是没有钱 一切事情都做不了 OK 再看补充 第一个 She was burned with anger Anger是生气的名词 Burned is 是燃烧 心中 燃烧着什么 这个Anger 灭火 我们中文就翻成 他火冒三章 好 我是Burn 我是Burned 就被燃烧 With anger 他心中啊 被这个生气 在燃烧着 火燃烧着 充满了 灵火 这样子 我们中文翻 他火冒三章 好 再看 第二个 Don't get made 不要生气 It's not worth it 那个不值得 不值得 It就是 不值得你生气 不要生气 那个不值得你生气的 It not worth it 好 这个好用 It not worth it 那个不值得你生气 一点都补充那个世界 你气死吗 好 这个是补充的 比较重要的 第二个内容 My heart hurts 我的心 Hurt Hurt 受伤了 好 中文翻成 我的心在堂血 心在堂血 就是心在滴血 我的心受伤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My trade 前面有讲过了 My trade 就是我请客 My pleasure 是我的荣幸 通常人家邀请你去吃饭 看电影 听音乐会等等 参加这个宴会 邀请你去 你就回答 My pleasure 那是我的荣幸 能够参加 现在我们看 第一个例子 You really hurt me 你真的伤害我 伤得很深 You really hurt me 你真的 这个把我伤害到了 My heart hurts 我的心在堂血 那么好的朋友 怎么可以这样子 真的伤害我 那B 感到不好意思了 他就讲了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Apology 道歉 Sincere 真诚的 请你接受我 真诚的道歉 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那就是真心诚意 对不起 我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 我不是有意 I don't mean to hurt you 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你的 I don't mean to hurt you OK 来看第二个例子 Do you like to go to a concert with me? 邀请你了 你要不要去看演唱会 With me 跟我一起去看演唱会 或者是听音乐会都可以 Go to a concert 要不要去 Do you like to go to a concert with me? 要不要跟我去看演唱会 人家邀请你 那你再回答 My pleasure 我的荣幸 或者是 With pleasure 很荣幸 可以跟你一起去 两个都可以 My pleasure With pleasure 这个是回答 人家邀请你 去看电影 吃饭等等 什么 参加宴会等等 你就回答 我很荣幸 跟你一起去的意思 第三个例子 Let's go to a concert for the lunch Let's go to a concert 我们前面讲过了 Go to a concert 就是 各自负账 我们各自负账 for the lunch 对于这个中餐 我们中餐 各自负账 你负你的 我负我的 不要请来请去 那B就回答 Oh no 不行不行 Oh no 就不行 It's your birthday 那是你的生日 My trip 我请客 It's your birthday 这个 今天是你生日 My trip 我请客 不要各自负账 所以这些都很好用 Let's go to a concert 这第一个 Let's go to a concert 我们来各自负账 那后面第二个 Oh no 不行 It's your birthday 这是你的生日 My trip 我请客 好 看补充 第一个 Don't get hurt 提醒人家 不要受伤了 要小心 Be careful Don't get hurt 不要受伤了 第二个 Hard wants a feeling Hard wants a feeling 就是伤害了 某人的感情 好 如果你讲说 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感情 你就说 I don't mean to hurt Your feelings I don't mean to hurt Your feelings 我没有意识要伤害你的感情 第二个补充 I will treat you tonight 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 I will treat you 我请客 请你吃饭 好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I will treat you tonight 你也可以问我今天请你吃晚餐 就用 I will treat you for the dinner for the dinner 对方一听到 有人请吃晚餐 大概就回答 with pleasure 很人性 这个with pleasure 或者是my pleasure 我的人性 好 看第三个内容 none of my business 不关我的事情 none of my business 这不关我的事 我不管 这样子 第二个 none 跟not 这两个都是属于否定 你用none就有none of 你用not就一个not not your business 不是你的事情 这就是不关你的事情 这个是不关我的事情 这是不关你的事 好 不管你的事 你不要管 这不管你的事 not your business 那是我的事情 那就it is my business 那是not your business 我的事情 不是你的事 你不要管 下面第三个 no need to tell you 没有必要告诉你 没有必要告诉你 no need to tell you 像这个 我们讲的时候 能不能告诉我 can you tell me the secret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秘密啊 no need to tell 没有必要告诉你 那这个就 这个 有点冲了 主要是好朋友 要不然的话 这些 对话 都是 有点火药味道 no need to tell you 第一个历史 来 why don't you stop the man from negany stop from 阻止 某人 from 不要怎样 好 这个不要在字面上翻 stop人 from 加ing 就是 why don't you 你为什么不阻止那个人 乱丢垃圾呢 阻止他 不要乱丢垃圾 一个人就乱丢垃圾 他乱丢垃圾 你只要不阻止他呢 好 比较回来 is none of my business 那不关我的事 他乱丢垃圾 那是他的事 我如果去阻止他 搞不好我爱做 他这个意思 大概就这样 none of my business 那不关我的事情 他的意思就这样子 看第二个例子 you should park your car in the parking lot not here 你应该要 park是停车 park your car 停你的车 停在哪里 停在 in the parking lot parking lot 就停车场 so you should park your car in the parking lot not here 你停车 要停在停车场 not here 不是停在这里 好 那你停错地方了 你要停停车场啊 怎么可以停这里呢 你不能停这里啊 那比较回答 not your business 管你屁事啊 不管你的事 not your business 这不是你的事情 我停车 你要管 好 那意思就这样 也可以用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管你的事情 或者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就是 你留意你的事情吧 不要管到我的事情来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注意 你留心 这个 你当心你的事情就可以了 你管你的事情就可以了 不要管到我这边 好 他的三个意思都是相通的 好 那么 通常会讲到这些内容 那个都是 口气上都很不好 好 来 我们尽量避免 下面补充 第一个是 no littering 就是禁止乱丢垃圾 这是一个招牌上的用语 你会看到 no littering 禁止乱丢垃圾 no parking 禁止停车 no surfing 禁止冲浪 海边就会看到 no surfing 这里禁止冲浪 no need 就是没有必要 免了吧 不需要啦 不需要 免了吧 no regret regret是后悔 no regret 不用后悔 不后悔 不后悔 所以 在口语上 你看看 多么精简恶药 一个no就 不要 不会 no regret 不会后悔 再看第四竹 oh my god 我的妈呀 这个oh my god 当然要看情境 如果情境好的 oh my god 哎呀我的妈呀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这样子 不好的事情 oh my god 我的妈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看情境 oh my god 很好用 很好用 那缩写 常常会用 omg omg oh my god 的缩写 over my dead body 休想 别想了 over my dead body 这个是 休想的意思 我记得 这个 韩国瑜要选 选那个什么 竞选总统的时候 哎呀 这个就好像有讲过 这句话说 这个 不会让 这个 中共的军队 打过来 要打过来 他这个 不可能 他就讲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休想 不用想了 ok over my dead body 好 这个是口语的部分 再来 playing with fire 你跟火在玩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小心 playing 我们中文讲的玩火 我们大概都要翻成 playing fire 其实不对 这个playing with fire 是跟火一起玩 那就中文讲玩火 玩火就会祭焚 所以你这个就是 着死 就这样子 play with fire 就你着死 那玩水呢 我们在游泳池里面玩水 玩水不是play water 不是 要play with water 就跟水一起在玩 就玩水 所以这个我们很容易讲错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那现在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那个guy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money 那个家伙想这个 try to 想要 打算要怎样 treat you out of money 骗你的钱 那个家伙呢 想要骗你的钱 我们有讲过 欺骗人 out of money 人跟钱 脱离了 好 这个就叫 treat人 out of money 好 这是 前面的部分 后面他回答了 i know i know 我知道 over my dead body 哪个都没有 休想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 等我死了 你才 你才变得到 你根本就不用想了 所以 over my dead body 这个是 比较少用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第二个例子 are you crazy 你疯了吗 you are playing with fire 你在玩火啊 你在找死啊 你疯了吗 好 you are playing with fire 你简直就是在玩火嘛 简直在找死嘛 好 B回答了 i will do it with great care with great care 就是非常的小心 很细心 很谨慎的意思 I will do it with great care 我会很细心的去做 好吧 这可能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讲 你疯了吗 你在玩火啊 你找死啊 那么危险的工作 他讲 我尽量小心 好 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心 去做那件事情 这是对话的 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看补充 第一个 who knows 谁知道 God knows 天知道 who knows 谁知道 就没有人知道的意思了 God knows 只有天知道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两个意思是可以相通 没有人知道 我们也可以用 no one knows no one knows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没有人知道 no one knows 或者是 who knows God knows 这第一个 no way 不行 这个绝对不可以 no way you are dreaming you are dreaming 是你在做梦 不行 绝对不可以 不要让你得逞的 you are dreaming 你简直在做梦 你不要做梦了 这意思就这样 非常简洁 但是呢 意思都传达出来的 Play with water 就是玩水 这是第四组 我们看第五组的内容 第一个 see you later 稍后见 这个在跟朋友要分开的时候 see you later 好 稍后再见 第二个 第二个 it serve you right 你活该 这个也是 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你活该 it serve you right 这样子 谁像你那么懒惰 每一刻都考不及格 it serve you right 你活该 用在好朋友 还比较无所谓 用在不熟悉的人 你活该 或小心 会这个 这个 找爱骂 好 shame on you 你不要脸 shame on you 那么 像以前这个前夫总统 李秀妍 哇 就曾经有讲过 美国 这个 美国 可耻 就是 shame on 什么 America shame on America 就是 美国人 对我脸 美国人 实在很无耻 丢脸 不要脸 这个意思就这样 shame on you 你很不要脸 你羞耻 这个意思 这个都是 比较严肃的一个情境 才会用到的一些 这个语词 现在我们看 第一个例子 I just heard of heard of 就听说到 heard of 我刚刚听说到这个消息 什么消息 Jack was fired Jack呢 我是fired 我是fired 是什么意思啊 被解雇了 好 这个被炒鱿鱼了 被解聘了 炒鱿鱼了 那B就回答 It served him right It served him right 他活该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 比较不礼貌的 讲法了 他活该 他太懒惰了 或者是 那个人太龟毛了 活该 被炒鱿鱼 第二个例子 How can you treat animals so clearly How 你怎么可以对待这个动物 那么的残忍 How can you treat animals so clearly 那么的残忍 对待动物那么残酷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Shame on you 你真的不要脸 你真的羞耻 对待动物 虐待动物 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同情心都没有 Shame on you 好 B 听了别 不爽 Shut up Shut up是什么 住嘴 闭嘴 少猥琐 It's none of your affair 或者是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那不关你的事情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我虐待动物 关你屁事 要你管 好 这个就是 这个有点吵架的情境了 好 再来 所以呢 那些比较不好的用词 用词 我们要学 但是呢 尽量少用 或者是你整个时候呢 口气呢 螺和一点 这样不会造成 这个冲突 好 现在做补充 第一个 The latest news 这是最新的消息 The latest news 最近 最靠近现在的消息 英文就叫 The latest news 第二个 Dinner is served Dinner is served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serve端上来了 上菜了 serve就是 菜已经端到什么 餐桌上了 英文讲 Dinner is served 晚餐已经端上来了 晚餐准备好了 就是 Dinner is ready Dinner is ready 再来 下面 She served me with lost pork She served me with lost pork Lost pork是什么 这个 烤这个猪排 这个serve不是服务 就是 他关菜给我 他关 这个烤猪排给我 菜 关给我的意思 这个 She served me with lost pork Lost pork 烤猪排 把这个烤猪排 这个菜 端给我 英文叫 She served me 所以这个serve 很好用 可是呢 这个 不太容易讲出来 Dinner is served 晚餐 已经端上桌了 快点来 这个吃饭吧 OK 这个是 女士精血十四的分析